趕快的啊,趕快的,继续往下走呢 框架跟他说完之后,是不是还有其他呀 在其他这给大家介绍什么呢 介绍一个叫其他标签 其他,其他标签 还给大家介绍一个什么呢 特殊字符 特殊字符 我先说这个特殊字符吧 你见过哪些呢,咱刚刚是NBSP,对吧 他在找什么 空格 还有没有哪个呢 DT DT,对吧 他在找什么 大鱼 大鱼 是不是有大鱼的小鱼啊 LT 小鱼,是吧,小鱼号 小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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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用到哪个呢 注册商标 是吧 POPY,对吧 COPY,叫什么 注册 注册 符号 符号吧 符号 嗯 嗯 你见过那个什么吗 一个圈 代表不R 明白吧 那代表什么 注册过呢 我也注册了 明白吧 那叫RED 它是那个什么缩写啊 Reset 它也代表什么 代表然后注册 注册 注册 五号 诶 这个叫版权是吧 诶 一样 其实差不多啊 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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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是 我认为是差不多啊 因为细节我也不懂 ok 这是特殊字符啊 特殊字符 特殊字符 特殊字符上再写 说其他标签吧 其他标签 说这个其他标签啊 咱怎么说呢 往上走 到哪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说这个 这结构 书写规范的地方 咱讲几点 是不是A天刚这结构啊 在结构这些 我说这个 害咱们报什么 是整个页面的属性啊 这个整个页面的属性 为大家解释 演示哪个标签 还有对不对 诶 说还有一个什么 指导 根本器解析 的标签吧 还有一个 也如外文件的标签吧 ok 这个其他标签咱就讲他 讲他 就给大家带着大家过一下 可以 ok 说到第一个 他叫一个mine标签 说到第二个 他叫另一个标签 另一个标签 另一个标签 ok吧 嗯 我再说一个 说一个 早说晚说都一样 大家热热身吧 ok 回到这个地方啊 咱这样啊 把它都 都关闭 我们看啊 我们就在外边建的啊 这个就没必要 重新建了包呢 我们建这个 我刚才是不是建的 basic 他们这次 对不对 基本的一个模板 我们现在建这个 我都忘了 叫什么 高级 高级 我们就叫mine mine标签 你建造 你瞅一样 这啥 mine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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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ok呢 第一个mine标签 它代表什么 他说这个atb 会不是叫kwords content k1 k1 k3 你可以去变 是吧 后还能加 还能加 你不是把它改成了一些关键字啊 它代表什么 关键字 再然后你这个网站 然后你是不是通过百度能搜索它 对吧 做seo搜索的时候 用到这个 它代表关键字 知道吧 代表关键字 哎 第二个是什么 exquestion 描述吧 也是对你这个网站的一个描述吧 网站这个网页的一个描述吧 也是异于你去搜索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爬通去爬 去爬这个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文件的时候 这个atml帮助你爬呀 爬这个文件的 也是用去搜索的 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个经常用 而且是重点 说content type 它代表什么 文本的 立形 对不对 它后边写个什么 说content的 是一个 后边还有什么 它再等于u7-8 这是什么意思 右边吗 右边吗 你看啊 你我们在这写完 就把敲代码 啥敲完了 敲完之后是不是得通过 然后 什么打开 对吧 哎 他通过你这个打开之后 他干什么 是不是应该解析啊 这在解析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网页有中国的话 它 必然在解析的时候 会涉及编码吧 对不对 你存的时候 如果是用jpk存的 那你在解析的时候 写这么一句话 那就代表 哦 你让我是用utf-8去解析这个 那在解析完之后 是不是它不能正常解析汉字 明白 因为你编码是不一致 对不对 那如果我后来存的的时候 是用u8存的 而且解析也有u8和 是不是ok 不爱吃蛋糕 正常汉字就显示了 明白了吧 哎 这地方 我把它就 考到笔记当中了 这个过一下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 然后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这都是一个固定写法 固定写法 把它记住就行 其实你也不用记它 记它干嘛 那键头自动有 我们再看第二个 叫link link你看到吗 看到没看到 这下有什么 你看你看看真儿子 这是后续名吗 我明天学 我们下阶课学什么 三三是吧 我们是不是三三是干什么的 样式是吧 是不是服务于ahml的 他能凶制我们ahml标签 是吧 今天上个一开始就为他说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修这ahml标签 我是不是把 我这个ahml标签 是不是有点关系啊 对吧 我是不是得把这个 这个代码引到我这个ahml标签 对吧 我引用的方式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形式 明白吧 我马上然后考到笔记将高 为大家解释一下 定的标签 这个i e i l代表什么 我就说一点就不显了 这个i e i l 它其实英文单字叫reinvation 啥关系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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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什么意思 就告诉你 你看啊 回到这个代码当中 我把它演完之后 我就告诉你这个 什么 告诉谁啊 你说是告诉谁 我这写谁看的 对 没错 说不说对的 哎 你用火箱打开 是不是写给火箱看呢 你用i e 是不是打开 写给i e看呢 因为我们这个标签本身 你就写给它看什么意思 我就告诉你 哎 我这不是有了 也就是一个文件啊 我这个文件跟我本身这个hml是什么关系吧 我是它的一个什么 样式表吧 现在是表的印象是吧 就告诉他 哦 我是这个hml的样式表 这个type 代表什么 是代表我这个文件 是什么类型的吧 什么类型 是 首先它是一个type.3ss 对吧 它是一个文本当中的3ss 这个文件 对不对 如果你写hml 是不是写过tess-hml 对吧 我告诉大家 你再写sqrt就写tess-sqrt 沒有吧 OK 后这个hml代表什么 你要野入那3ss的地址吧 对吧 野入3ss地址 我在这个地方就为大家强调一个h ah 这个是重点的 其他都是固定的 这都是写死的 固定写法 明白吧 你如果野入3ss 你必须这么写 hr也是代表什么 告诉 野入 对 一尺嘛 你知道就说嘛 知道就说 OK 我再为大家是不是扩充一个 也不叫扩充的 是不是明天下这课下午 就学到这东西呢 是不是也是一样 你这个 dfs是不是 就杂拉脆吧 是不是也能服务于hml 对 我今天上课说 杂拉脆是干什么呢 还记得吗 动作太难 它能掉漾是吧 掉漾是我没说掉漾 是你说的 我今天老是没说掉漾 我说杂拉脆是不能动作的修改 诶 xml的代码 对不对 ok 但是我想修改这个 xml的代码 是不是跟这个xml 也得有点关系 我说把那个加速轮件 是不是也得引进去 对吧 看着我写一个 我写一个 4克Rift 诶 看到了吗 在这个地方 你写个src 是不是也地址 什么地址 什么地址 gs地址 然后考到这个位置 src src 是什么 是不是gs的 文件地址 大家去问一下 你写个srs 用什么 src 你用眼镜sr 用什么 src ok 这基本 这就是死的 刚才说的 type是type点 jr square ok 这是其他标签 我们讲三个 大家明白就好